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她是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她是研究中美财政政策的专家 她认为盈改增可能产生地方保护 增值税就靠生产 所以地方政府 就愿意吸引企业来生产 而且还有可能产生地方保护主义 就是我这地方有企业来了 那我就卖我地方生产的东西 她认为应当依靠税收的手段 解决交通拥堵 新加坡很小的国家 但是它交通畅通无阻 你要到繁华的地方去 车要进去 然后它的路上都设置好了 你一过给你税都给你加上了 她认为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 应该侧重于医疗养老和教育 长远来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 增加中央政府的直接税收支出 哪些方面能支出呢 就是社会福利方面 比如说养老 医疗 教育 扶贫 这些方面呢 我们应该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林双林 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林教授您好 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 财政改革更是成为了聚焦话题的热点 您认为财政改革可以从哪方面寻找突破口 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那么最近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增加 所以发展的余地减少了 再加上最近税收下降 税收增长下降 地方政府财政也是有很大的困难 他们讲是有心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大的 那么多的资金 另外呢 咱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呢 可能以往那种粗放式的发展呢 也遇到一些瓶颈 以往咱们发展就是 基本上就是 把这城市规模做大 就是说谈大病 那样发展 这种发展呢 也遇到一些问题了 现在 那现在我觉得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 现在放缓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从财税方面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一个方面 可能就是 给企业能够减税的话 给企业把税减一减 这是一个方面 其实咱们的企业所得税 占这个税收份额很大的 占这个总税收份额 20%以上呢 所以看能不能给 把企业负担减轻一下 调动这个企业 这个投资啊 创新啊 积极性 另一方面呢 就是看中央政府 能不能给地方政府呢 让一点税 提高他们在税收中的这个份额 使他们有能力做这个技术设施建设 下来呢 就是我们讲政府做技术设施建设的话 就要做好规划 可能避免以往那种发展方式 能不能把这个城市规划好 然后把城市里头基础说是做得更精细一点 那我想政府能做的可能就是这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看能不能给企业把税减一减 另一个呢 中央政府能不能给地方政府让一些税收 第三呢 就是把技术设施规划好 做得更精细 今年一到十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万884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7% 而公共预算支出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1% 这是不是印证了改革是一种倒逼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 财政收入肯定是下降 财政收入增长下降 咱们这财政收入还没有下降了 增长下降 那么在经济下滑的时候 政府支出肯定要增加 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财政收入要增加的话 按照咱们这个税收体制的话 还主要靠经济增长 经济要是恢复了 财政收入才能上来 为了这个经济恢复 可能财政收入 还得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候 然后不可能一下 现在正税 也是与经济发展不利的 所以可能我们还得经受一段时期 等经济恢复以后 财政收入增长 才能上来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考虑税中属性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中央地方在市权 财权方面一直存在不明确 不匹配和不合理的问题 您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合适的切入点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大从这个 九四年税制改革以后 中央的财政 财政收入份额 在增加 然后地方的财政 收入份额在减少 目前来说中央拿了大概46%的税收 中央直接支出大概占15% 地方拿了54%的税收 支出85% 我说的是本级的财政收入 看来地方财政比较困难 地方主要是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 那这个就是最富裕的这些省份 也要靠中央转移支付 所以把钱收上来 再给他们发下去 可能就有这个效率的损失 长远来说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 增加中央政府的直接税收支出 哪些方面能支出呢 就是社会福利方面 比如说养老 医疗 教育 扶贫 这些方面呢 我们应该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 比如说美国联邦政府 他就要把这个养老 医疗 穷人的医疗跟老人的医疗 就全部管了 还把扶贫全部管了 所以他实际上把这钱直接是给了这些人了 实际上提供的我看都可以说 不是一种公共品 就类似于私人品 直接把钱给给每一个人 或者直接付给每一个人 那我们中国他这样做的 做的好处呢 就是提高全国人的凝聚力 大家都靠中央政府 有这个凝聚力 我们国家我觉得发展 也应该朝这方面发展 我想这也是咱们国家发展的 国家的计划吧 以后就是增达中央政府的 直接的社会福利支出 这可能是方向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银改增试点也正在全国逐步的扩展 有业内人士指出 银改增实现的减税规模达到了数千亿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本来就窘迫的财政状况 更加雪上加霜 您认为银改增全面铺开落地 存在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其实我们前几年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关于税制改革的研究 当时就发现 有一个城市啊 它这个税收下降特别厉害 我当时看了他们的资料 就发现 当时他们是试点城市 就发现他们下降特别厉害 当时特别吃惊 但是呢 咱们呢没有 从政府的角度 咱们没有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 应该增会导致税收下降 没强调 我看媒体上有报道 就是说 应该增导致 这个税收收入下降 那现在看来 确实是应该增 导致这个税收收入下降很多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主要下降的是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应该增 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以后 我们把那个增值税 改了以后的增值税 叫增值税二 给地方政府 但是地方政府那个规模小了 所以呢 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冲击特别大 那这个 这是必然的现象 就是一个方面呢 就是至于咱们税收下降 一个原因可能应该增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在好的时候 那应该增也导致这个税收下降很多 再加上经济现在不好 经济主要靠这个增值嘛 增值税是咱们的大水 因为经济现在增长下降 所以说经济不好也导致税收下降 两个原因 一个是应该增 另一个就是说经济下滑 也导致我们税收下降 那增值税呢 是一个好的税种 这个避免重复征税啊 也容易征收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头 增值税呢 又比较好征 那像别的国家呢 有类似税的 像销售税啊这些 它也有好处 销售税也有好处 就是说地方政府呢 它只要你不依赖于税收 不依赖于生产 销售税是税收不依赖于生产 只要你有东西在你这个地方卖 你地方政府就有税收收入 那增值税呢 就要靠生产 所以地方政府呢 就愿意吸引企业来这个生产 而且呢 还有可能产生这个地方保护主义 就是我这地方有企业来了 那我就卖我地方生产的东西 还有地方保护主义 这是增值税的 要说缺点的话 可能就有可能 引起这个地方保护主义 销售税呢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呢 要销售税的话非常困难 你要从零售商收税的话 那很困难的 所以增值税可能在中国 长期来说 国家在财政支出整体方面 经济建设性支出偏大 社会福利性支出偏低 民生领域投入不足 这也正是大众较为关注的问题 您认为 对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点 应侧重于哪几个方面 可能就一个方面 医疗方面 帮助这个穷人上这个医疗保险 这也是我们以后这个医改的方向 就是帮助这个穷人上保险 这样呢 财政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 现在其他国家也是 但是在这个医疗方面政府的压力很大 我想我们国家政府能做的就是 这是一个方面 在医疗方面帮助这个穷人 另一方面呢 就是养老方面 中央政府呢 直接把这个养老管起来 这也是以后我们发展的方向 现在我们养老是 急区性的养老保障体制 以后呢 能建立起全国性的养老保障体制就好了 另外呢 还有教育 我一直想着 就是政府应该把12年义务教育搞起来 因为其他的国家 人家就早就把这些12年义务教育搞起来了 义务教育啊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方面 它是你要说社会公正啊公平啊 不管出生在穷人 家里还是富人家里 他都有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12年的义务教育 然后还有呢 就是 这个对穷人来说 还是 就是扶平了 还更重要的就是 教育 生产人力资本 那今天的教育 就是我们国家明天的竞争力 所以呢 我一直在呼吁把这个12年义务教育 政府把这个承担起来 另外还有扶平 咱们的扶平吧 一般都是项目扶平 对人直接扶平比较少 我想以后我们慢慢骂灯呢 也要对人 让他直接感受到这政府对他的好处 财政部之前也提出了 要发挥税收 对于雾霾治理的调节和支持作用 是否意味着消费税和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将会被放大 财税改革会向这一方面做一个倾斜吗 是的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倾向 我刚才开了一个 亚太财政税收论坛的筹备会 他们也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提出我们以后要 要增加这个环境污染水 还有资源水 还有交通拥堵水 这看来是一个方向 我们国家呢 现在也开始做了 咱们开始也征收这个环境污染水 资源税我们也是原来是从量的 现在我们要从价 也就是提高这个 税收的征税的幅度吧 另外呢 我们这个交通拥堵税还没开始征收 可能有一个国家做的好 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很小的国家 但是它交通畅通无阻 它就是你要到那个 到繁华的地方去 车要进去 然后它的路上都设置好了 你一过 给你税都给你加上了 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 这个 依靠这种手段 这个解决环 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也是一个方向应该做的 目前的个税主要是工资税 但缴个税人数可能占人口总数不到2% 个税是否已经相当边缘化 是否有再提高免税额的空间 个税是不会边缘化的 现在交的人数比较少 另外呢 税收占这个 总税收的比重呢不大 但是呢 我们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 我们现在这个 所得税里头 企业所得税占的比重很大 企业所得税占了20% 我看 2014年占了21% 非常大 个人所得税占6% 以往呢 就觉得是 这个 这个个人所得税 其实税率很高啊 从最高税率到45%呢 然后企业所得税 那一般的税率是25% 对这个科技型的企业 它的税率才15% 所以企业所得税 这个税率还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 企业所得税 我们争的税很多 那么相对于美国来说呢 美国这个企业所得税啊 税率很高的 它10万美元 就是企业收入 到了10万美元以上的 它就一下35%了 要再往上高 它最高一档 39% 还有38啊 它的税率还是起伏的 但是呢 美国那么大的 资本那么大 然后企业税率那么高 它的 所以企业所得税 它是在企业所得税 占总税收入比重还不大 反正10%还不到 你看 咱们国家税率低 还能征卵这么多税 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 这个是 哎呀 那企业收入太多了 后来呢 有人告诉我 说是 也不是企业收入太多了 他说 在征税的时候 对企业有限制 企业对 劳工的工资 不能那么多 所以有一个限额 你不能扣出那么多 所以把企业这个 缴税的税 税纪搞得很大 然后企业在缴完所得税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 剩下的收入呢 再给劳工 其他 给工人 以其他的方式呢 再给他们 给 就是说 那就说 这个企业所得税里头 很大一部分 把这个 个人所得税 税纪给 占了 他因为 他劳工的扣除不能那么多 所以这方面呢 是不是呢 再能改一改 就是说 让企业呢 如实的 给这个 劳工呢 付这个工资 这样呢 企业所得这部分呢 会缩小一点 但是 工资那部分的税纪会增大 那我们好多税 都是依赖工资的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 还有 我们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都是以这个工资为基数的 我们现在这养老保险 也是税率很高啊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社会统筹 还有个人账户 还要交百分之八 所以税率很高 但是我们收不来多少税 现在还是养老保障 账户还有缺口 这就是税金有关系了 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呢 能够再改革一下 就是使得个人所得税 这个体系更加完善 所以我 总之一句话 就是个人所得税 将来还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看这起政点啊 就目前来说 还不是很紧迫的 我们要做的 调节收入分配 要靠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这样来帮助穷人 最近房贷利息抵戈税的消息热传 将房贷产生的利息 作为税前减除项扣除 可以说不仅是对房地产项目的利好 也是对个税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您认为这个方案落地是大概率事件吗 好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概率还挺高的 我觉得也应该这样 鼓励人们买房子 然后减轻这个 买了房子人的负担 我觉得也应该这样做 我觉得概率也是挺高的 对于非税收入这部分 行政干预导致的收入流失过多 非税收入反映的不完整等问题 一直拖累着自上而下的财税改革 是否应该因地制宜 交由地方自治 而后统一形成完整体系的推进 还是自上而下的诸步整改 我们国家过去 在90年代的时候 在90年代的时候费特别多 有一度费大于税 然后老百姓意见很大 当时呢 朱镕基总理呢 推动这个 费改税改革 然后我们才把这个费的问题解决了 那从世界各国发展的情况来看的话 都是第一级的政府 都是靠这个费 费在这个财政收入里头占比重比较大 那我们国家呢 也是这种情况 就是 级别月低的政府 费占的比重大 那这个情况呢 可能也是合理的 也会这个长期存在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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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